大行其道 让中国的政权还大鸣大放 陈破宏老师说 他所看到的台湾是门户大开 他觉得是荒唐荒谬 因为从彰化二水的五星起 他看到的是政府竟然是与维建来办 这个政府是非常的荒唐的 所以呢 川普愿意出众手 过去这段时间 美国总统川普跟台湾建立的非常紧密 不管是外交跟军事关系 台湾的外交上的重大突破 这是空前的一个成就 可是当川普在跟台湾建立 空前的一个紧密关系同时 他恐怕也在担心 那你这个政权稳得住吗 面对中国这种大军压境 亲门打后 所有的民众眼睁睁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事实 那蔡英文总统 你真的没有做好准备吗 我请教的是韦哲大哥 包括在现场有首都的参选人 因为萨喀都告诉各位朋友 已经是形成了 如果萨喀都已经形成的状况底下 中国的势力 练兵曾经在柬埔寨派出了滕森 包括了马尔蒂夫 最近中国所扶植的候选人 败北了人民欢欣鼓舞 现在大家要怀疑的是 中国极力扶植的柯文哲 你是不是真的还可以连任成功 这个是为什么杨献宏跟人权律师 童文勋 童律师 他们很关心的是 柯医师 柯市长 你过去跟中国什么样的关系 来 伊迪为你解析同时 川普在吹车当中特别提到 在台湾时间在星期四所刊登 中国花钱在美国报纸上 买政治宣传广告 包装跟新闻报道一样 强调中国会这么做是因为 就是在贸易上美方已经击溃他们的 班农说这次的美中的贸易大战 要让中国呢痛得难以承受 所以呢你看到川普还秀出 中国确实投放在政治宣传的广告 在这样的一个敌盟纪录报里头 他就公开来秀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请教是这两位候选人 来 这个韦哲兄 川普这一项控诉他敢出出重手了 请问一下民进党的政府到现在 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 我们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吗 还没有做好准备因应这个空前的险峻的情势吗 来 韦哲大哥 非常简短的说 从川普再来看我们自己 川普总统事实上他会有 在推特上做这样的表述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是美国的国际大战略 事实上中国的渗透不仅是在于台湾岛内 事实上在所谓全世界也一样 在非洲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凝驾到 凝驾到美国的影响力 在中南美洲你可以看到巴拿马也好 或其他的国家 跟台湾断交那几个国家 事实上他的这个美国驻当地的大使 也都被召回去 为什么 因为他影响了美国的大战略 更何况南海也是一样 这个中南半岛 这个也是一样的 所以东协的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说美国警觉到那样的一个状况 美国在整个国际战略 大战略上不管是所谓的贸易战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大战略 或地缘政治的部分 他都这个有起了非常高的警觉 那即便川普这样子的情形 他认为说 可是他也认为说 不应该在媒体上来做这样的动作 也就是说川普很讨厌 我们知道川普对有些媒体 他是很感冒的 可是他也不敢说动员说 他的一个企业家朋友 去把媒体买下来 专门讲说川普好棒棒啊 也不会这样子啊 可是他看到中国是怎样 中国开始在美国的平面媒体 甚至电子媒体上 买广告来介入美国的这个国际战略 介入美国的这个国内政治 是这样的状况啊 所以在川普在这个时候 第一时间已经开始警觉到了 那可是在台湾呢 在台湾不仅是 是在台湾 好像我们的国安单位觉得说 哎呀我们台湾是言论自由嘛 所以说人家在买广告啦 或是人家来做一些这个置入啦 也没什么 我觉得国安单位可以这样子吗 美国那么大 国力那么强 地方那么广 民主历程也比我们久 他们都能都是非常的戒慎 恐惧地处理这件事情 而我们台湾却是 好像老神在在 我们比较小 面对人家的飞弹对着我们 可是人家的 我们的媒体已经慢慢被控制了 那我们还可以说 这好像故作无事状 我觉得这个国安单位是很有问题了 也就是说可能上面的头头 国安会秘书长或国安局长 可能随着政党而换 可是底下一般的中间干部 我想请问一下 从马政府时期 甚至更早时期 一直到现在 到底他们的一个中心思想 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 是放给他烂 反正上面的总统换了 不关我的事 还是说他真的能够警觉 真的台湾事实上 国家安全正遭受严重的威胁吗 我觉得这部分需要去了解 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 国安局长彭胜竹 这都是蔡英文总统所任命的 所以文哲哥我想请教 其实在差五星庙 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看到新党去抗议 更没有看到国民党去进行任何的阻挠 那相对是获得民众的一个肯定的 这是大家看到民心可用 如果摆在眼前的事实状况是怎样子 可是呢 从五星庙的拆除 包括了9月1号已经登场的居住证 你会发现 相关的单位 点点点 没有太多的反应 居住证的反应 陆委会主委 陈明通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严防北京 宽容我们的台湾 请问一下怎么做 因为曝光的 中国要发给台湾民众的叫做 居民居住证 跟中国的居民证 外表不止一模一样 它事实上精神是一样的 这样的红色海啸正在侵袭 都已经一个月的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你难道还要继续观望下去吗 这样的国安团队 因应这个空险的一个情势 真的还没有做好准备吗 来 文哲哥怎么看 我想 台湾 台湾的转型正义 民主的实践 真的经历过非常长的时间 台湾也面对 坦白说也比其他国家 它的压力更大 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 非常巨大的流氓国家 在我们旁边 这是中国 台湾在这样的一个情势底下 我也替小英政府说句话 它确实是 确实面对的复杂的环境 它的整个 整个国家的治理 是非常 必须要 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多 但是我也同意 有些事情是必须要防围杜鉴的 有些事情必须要先发制人的 有些事情要亡羊补牢的 有些事情就是要怎么样来鼓舞民心 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对外 我比较少看到这个真正的 这样子的一个面对的节奏 就是说像我们知道 中国对我们的渗透 在这几年 其实不是只有旗帜 它有不同的媒体 不同的言论 不同的企业 或者是它的外围的 或者是过去讲第五众队 它的这个运作 它是非常全面的 但是我们经常讲一件事情 叫做说 这是一个破口 破口这两个字 是 坦白说 这个渗透的情况这么全面 但是我们其实即使连破口 都没有办法把它补好 把这个漏洞能够补足 两岸一家亲的言论 正是挟着这个破口 不断的在侵蚀台湾社会 那这个两岸一家亲呢 它其实变成我们民主的逆流 它召唤了一些人 它觉得说这是务实的 这是避免去引起危机的 这是暂时可以接受的 它就像吃了这个甜蜜的糖衣 它不想背后的风险 或者是把台湾带入什么样的险境 这在讲两岸一家亲的政客 或者接受两岸一家亲言论的 很多的这个市民的心中 其实都是一样 那我觉得这么 那你觉得两岸一家亲 跟九二共识有什么不一样 完全没有不一样 完全没有不一样 其实我在这里 如果你当年是反对 国民党支持的九二共识 现在对于两岸一家亲 应该是一样的态度 才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 中国对台湾它的压力之所在 那我觉得当然民进党政府 我觉得应该更积极 我在昨天的节目有听 也同意姚老师的看法 很多国安单位 对于相关的个案 一定要深入追查 那所有的工具都应该使用 那我可以了解 有些时候执政政府 它变得左之右处 因为一方面要维护 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 民主自由的体制 它动辄得救 但是一方面呢 你如果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掌握证据 深入追查 让每一个渗透的破口都能够得到防堵的话 那真的就是我们就会溃提 这个民主的防线就会溃提 那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没有错 但是我还是在这里呼吁 我们的国安团队 像有些共谍案 有些中国的相关的人士 在台湾那么样耀武扬威的活动 如果连这个 你都让人家亲门踏户 难怪陈破空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讲法出来 那选举 荒唐荒谬 其实选举快到了 选举的最后这一刻 正式检验 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在这里 架构真正民主的防线 真正去维护台湾 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民主的生活